大家好,我是Karen,陳嘉惠 大家好,我是阿萌 歡迎大家收看有線花信 阿萌,過去的幾天假期你怎麼過呢? 我當然是吃喝玩樂和看煙花 在社交網站上見到很多朋友吃喝玩樂的照片 相信他們有一個很愉快的假期 而除了吃喝玩樂之外,其實還有更多選擇 就是親親大自然 由體育發展局特別主辦的世界步行日之行山落的活動 就已經在老環石白灣郊野公園舉行了 為了促進全民運動開展的需要 進一步發揮體育的綜合功能和社會效應 豐富社會體育文化生活 亦有不少的家長帶同小朋友一起參加這次活動 我們會帶同小朋友一起參加 OK的,每年都會有 還有對他們的健康會好些 出來逛山,吸收新鮮空氣 在10月1日晚上,香港亦發生了一件悲劇 港澳門的行政長官崔石安 去信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梁振英 去表示深切的慰問 行政長官鹹中表示 京色南亞島附近海面發生撞船事故 多名港人不幸遇難,深感惹色與悲痛 代表澳門特區政府向事故遇難者及其家屬 表示愛道,及深切慰問 希望死者安息 而傷者可以早日康復,及受難者的家屬 可以早日由悲傷內振作起來 說回本澳的消息 而為了推動環保工作 澳門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亦計劃購買20台天然氣巴士 交通事務局聯同交通諮詢委員會 日前親身試乘天然氣巴士 並且提出多項改善意見 交知會認為天然氣巴士的引入 對推動巴士公司使用環保型巴士 起著積極作用 進一步提升本澳巴士服務的質素 除了環保風氣值得推動之外 在近年澳門亦掀起了一片珍藏鈔票的熱潮 相信這個消息大家都會很關心 由即日開始 至到10月31日下午6時 澳門居民可以透過金管局的網頁 進入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以及大西洋銀行的系統裏 進行一個登記兌換龍鈔 而每一名澳門居民 只可以在每間的發鈔銀行登記一次 社鈔將會在明年的1月開始接受登記 由2013年的1月2日早上9時 到1月31日下午6時 澳門居民可以在這段期間 根據上述的方式進行兌換 而每一位發鈔銀行 可以提供給每一位澳門居民 兌換蛇丘限額30張 是時候又會有好地方介紹給大家 就是英皇娛樂酒店的英皇水療 和御廚西餐廳 我們一起看影片 澳門英皇娛樂酒店 以英國宮廷式設計為主 裝修富麗堂皇 酒店大堂地板 還以觸金金磚點綴 而在酒店大堂中央的噴水池 仍是經由泰國高增白龍王祈福 亦成為遊客必到的景點 以求得到幸運 英皇水療中心位於酒店的20樓 氣氛古樸雅致 同時帶有濃厚的泰國風情 除了遊客務命而致之外 亦深受澳門本地市民的歡迎 這裏的水療室 分別有雙人房 以及泰式房 一邊聽著有養惡運 一邊享受深層按摩 真是可以為身心充電 換發神才 魚廚 全日供應各式中西美食 匯聚各地名酒皆牛 無論享用健康小食 還是豐富晚餐 都令人回味無窮 看完片段之後 可能你都很想試一下水療 和魚廚西餐廳的自助餐 今個星期 由英皇娛樂酒店贊助 送出有這兩份禮物 首先就是英皇水療的 泰式香薰油按摩 每一份價值超過1000元 我們會送出一份 而另外亦有魚廚西餐廳 商人自助晚餐 總共有三份 而每一份的價值是澳門幣570元 今個星期 6683005的電話競差遊戲 題目就是英皇娛樂酒店 它所用的設計是哪個國家的宮廷式設計 踏上東西給抽中的朋友 就可以得到我們豐富的獎品 看澳門有線 除了有禮物收外 亦有很多選擇 包括頻道 澳門有線亦擁有多個中文頻道 包括有澳門有線第一高清頻道 互動新聞台 TVB星河頻道 TVBS CCTV4 海峽衛視及點心衛視等多個頻道 使用澳門有線電視高清機訂俠 就可以看完我們剛才所介紹的正裁頻道 其實申請辦法很簡單 你只要打電話來我們24小時的接駁二線 2882266 或者親臨澳門有線電視各門市 就可以辦理申請手續 現在我們再一起去看看最新的電視節目推介 我們將時間交給Maggie 10月3日有線第45台 衛視卡式台晚上10時會有疊血傷紅 港叔釋現殺手的周潤發 受聘去殺黑社會的頭目 之後他受到追擊 究竟他可不可以逃出新天呢? 有線第64台罪案偵測頻道 晚上9時會有黃金48小時後 港叔一個男人被搶劫兼射殺 之後三個嫌疑犯互相置證 究竟真正的兇手會否逍遙法外呢?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